嗨,大家好,我是小韩 这两天一直在网上看到两层床 因为有人说小韩要分床睡嘛 但是我问了他,他说不想要这样子分床睡 我说那我给你买个两层床 然后你到时候睡两层床上面 然后我睡下面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然后呢,这两天一直在看 结果没看到 没有看到合适的 一个梳妆台 才30块钱 那他是因为买了个大的 然后这个小的呢,就没地方放 所以就想把它卖掉 然后我就跟他约了时间 现在过去拿 听说那个电动车也可以带的回来 就不叫小罗去载了 我自己去载 把这个绑带,带上 哇,杜杜,你看摩天轮呢 哇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在这个小区楼下等他 这柜子就在这里了 杜杜怎么样,这柜子好不好看 就是感觉怎么有点摇摇晃晃的 哎呦,我看一下怎么放 今天就只能让他们将就的 这样子先做了 嘿嘿,在后面实在不好饭 终于回来了 不容易 刚刚还怕你走错路了 绕园那一天 二十几分钟才可以 我说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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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床床怎么收到 那个啊 那个什么还是没看好 麻烦这两天尽快给你买啊 原来我们家杜杜不是说 不愿意跟我们分床睡啊 是因为没有他想要睡的床 所以说这两天赶紧看一下 然后赶紧给他买回来 妈妈你看这边镜子刚好 看到我的脸 刚好这么高是不是 现在觉得这三十块钱花的值不值 我个人觉得是很值得 因为我从开始租房开始 就一直没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梳妆台 然后没有这种带镜子的 所以我今天这三十块钱 我觉得花的好划算 本来他 昨天我看到这个柜子的时候 他是四十五块钱 还是五十块钱一个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能不能便宜 他今天就跟我说三十块钱 然后我就好激动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回来了 这个消毒室今天也查一下 今天的心情真美丽 大家看看这个整体怎么样 我是觉得很喜欢的 这下面可以放点杂七杂八的 这抽屉里面可以放点自己的私房钱 这上面的话就可以放点化妆品 羊肉品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小朋友中午了你们要吃什么 我想吃饺子 吃饺子啊 好 这好妈妈抱着饺子还没吃完 我上次发现了 我们家这两个小婚女真的是好爱吃饺子 只要隔一段时间就要吃一下 要不吃的话就怪强烈的 放点小米和南瓜进去煮个南瓜粥吧 我在晚上买菜 然后买了一个香芋南瓜 结果他发过来的时候 我看的有点不太对劲 拿回家一闻 是那个老南瓜来的 他居然把那个香芋南瓜的价格 给我卖了一个老南瓜过来 妈妈妈我要吃 饿了 嗯 好马上好 好这饺子熟了 先吃饺子吧 这个粥还没熟 还要一会先吃这个 小朋友来了来了 你们喜欢吃的饺子来了 妈妈也来尝一下 好吃 妈妈做的好吃 还尝尝 做的好吃 妈妈做的好吃的 有妈妈的味道是不是 不是 妈妈做的 很像饺子的 妈妈一开始也是不会做的 妈妈后面有的女子 你说你想吃饺子 妈妈才学的 妈妈没有吃饺子 粥啊 粥还没好 还要一会 我们先来吃饺子吧 好不好 哇 是这么大口 哈哈 哈哈哈哈 没 刚没熟熟 哈哈 没关系 她都已经吃了 哦 要皮也还给姐姐啊 哈哈哈 你可真会吃东西 乖乖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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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房东西 我可以去吃饺子 可以啊 你想吃饺子玩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啊 如果没下雨的话 我们就去玩 不然就去玩 玩太晚了 人家又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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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